第一位邵北生的前任搭档刘飞 邵北生作为双人滑比赛的冠军选手 他的职业生涯中最离不开的就是搭档 而刘飞就是和他搭档了三年的人 但是剧情一开始 刘飞就提出要退役 他选择退役 不只是因为已经圆了冠军之盟 更是因为邵北生早就放话不和搭档谈恋爱 刘飞对邵北生产生了感情 所以他决定退役 想换一种身份留在邵北生身边 但是面对刘飞的真情告白 邵北生只有一个反应 就这样放弃职业生涯 太可惜了 确实两人配合默契 又正值黄金年龄 眼看着就要进军更高级的比赛 冲击更多的金牌 这个时候刘飞为了爱情退役 邵北生是不能理解的 可是对刘飞来说 生命中不只有花冰 他爱慕强者 也愿意做出牺牲 只为满足恋爱需求 刘飞的慕强 不只是爱慕 更是想要依附 他自身实力不差 却是个恋爱脑 甘愿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 只为了依靠对方 刘飞想要做一株兔丝花 但慕强是人的本性 邵北生想要的 同样是强者 而不是一个依附自己 只会自我牺牲的女人 第二位 邵北生的现任搭档肖青 刘飞退役后 邵北生找到了一个新搭档肖青 肖青自身实力很强 在H国已经是知名的花花女家 但是他研究了邵北生所有的比赛视频 认为他是最合适自己的搭档 所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放弃了优越的资源条件 回国做邵北生的搭档 开始他自信满满 因为只要有实力 什么资源都能争取 肖青和邵北生搭档 本质就是木强 不过他没有依附对方的想法 而是想让对方的强为自己所用 而因为他自己也属于强者 所以肖青的所作所为 总带着一些优越感 开始肖青也认同 和搭档恋爱会影响选手的专业性 但是随着对邵北生的好感日渐增加 他就把这些原则抛在了脑后 就像他认为邵北生是合适的搭档一样 他也认为自己是邵北生最合适的恋爱人选 肖青的想法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 他发现了邵北生和其他女孩之间的朦胧好感 却还是固执地想要争取 而因为他训练时心不在焉 彻底断送了邵北生的双人化生涯 肖青的木墙带着偏执 也不够理智 他的感情太自以为是出发点也不够纯粹 邵北生想要逃离他 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位就是我们的女主沈征一 作为这个冬天最甜的一部剧 男主角邵北生和女主角沈征一相处的每一幕 都称得上是唐分超标 但是这部剧绝不是为了恋爱而恋爱 邵北生喜欢沈征一 是有迹可循的 沈征一不像刘飞那样 取得过优异的成绩也不像肖青那样拥有着绝对的实力 他是出了名的野花王 对于华冰他全凭天赋与热爱 至于专业水平那是一点都没有的 这样的沈征一实在算不上是强 那他又是凭什么俘获了邵北生的心呢 或许一句台词就能给我们答案 邵北生救了溺水的沈征一 沈征一不知道如何报答 他的好友说你们是男女朋友 他为你做什么不是应该的吗 沈征一说没有谁为谁做什么是应该的 他不会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也不会把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寄托在别人身上 沈征一想要的从来都是自己去争取 他想要进入专业队伍 就努力做弯道训练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他想要参加校级比赛 就积极训练 哪怕队友都霸裂也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沈征一最初不算是强者 但是他通过不断的自我实现 最终成为了强者 在感情的道路上 他目前却也和强者邵北生携手并进 不依附也不利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